古人把圣称为是 先天之本 对这一藏气极为珍视 在皇帝内经《素问》 林兰《密典论》中就记载 圣者坐墙之官 技巧出焉 这是有一天 皇帝问臣子齐伯 五藏六府之间的关系 谁跪谁见 于是齐伯用各种官职 来比喻五藏六府 并将圣比喻为 能力强大的训练官 可以让人动作轻巧 耐重劳 另外在《素问》六节藏项论中 则指出 圣者主这封藏之本 精之处也 意思是由于 圣为脏腑阴阳之本 藏有先天之精 所以圣是先天之本 生命之源 也就是说 圣就像是汽车的引擎一般 人体全身的机能 都必须要仰赖圣的鼓动 才有办法运作 由此可知 圣的重要性 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 我是张瑞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认识 五藏中的肾脏 肾是人体很重要的器官之一 在刚刚的影片当中就提到 中医认为肾为脏腑阴阳之本 是生命之源 而从西医的角度 肾脏属于泌尿系统 主要的功能是生成尿液 排泄代谢产物 维持体液平衡 以及体内酸碱平衡 以及内分泌的功能 那么在中医里的肾 对人体的健康影响 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认识一下 欢迎今天跟我们来谈肾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慈激医院 中医部的吴炫章医师 吴医师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艺人陈怡云 怡云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怡云 怡云首先要问你 其实我们提到肾 你第一个脑海想的是什么 在我的印象里面 老一辈的常说 以而记以而记 就是要照顾好 如果没有顾好的话 就会影响一生的幸福 好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西医当中的肾 就是长在这个腰部 两侧的后方 这形状像是蚕痘一样 但是在中医来讲 这个中医五脏里面的肾 代表是什么呢 其实在中医的观念里面 这个肾 其实它是一个肾脏的一个脏腑 它其实跟西医讲的这个肾脏 肾脏它是不同的观念 那中医的肾的这个脏腑 其实包括像内分泌系统 像我们的肾脏腺系统 以及包括生殖泌尿系统 还有一部分的生殖轴方面 其实这个都是在中医来讲 它是肾的这个脏腑 代表的意义 所以其实常常会有民众误解说 中医讲的这个肾 就是西医的肾脏 那其实它是一个误解 好 医师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中医所谓的肾 是属于全身多个系统功能的集合 这其中包含了生殖泌尿系统 内分泌系统 免疫系统 脑下垂体 以及肾上腺轴等 而在中医理论当中 其实就有提到 肾是先天之本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你从字意上来解释 先天就是代表 与生俱来 就是父母给你的 那这个本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根源 也就是讲说 中医讲说肾肠经 那这个经代表 就是一个遗传物质 是一个父母先天 给你的一个东西 那随着我们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因为圣主藏经 那一个人从这个幼年的时候 圣经开始旺盛 到他的成年的时候 圣气平均发展 到老年的时候 因为圣气衰退 那圣经也不足 变成一个老太隆中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 圣为先天之本 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 那我很好奇是 我们一般认知里面 还会说 肾不好的人容易水肿 这也跟经气有关吗 是是是 那个这个部分 就是代表肾足水 通常我们在肾脏里面 在五行里面 它跟水有相关性 就是这个肾足水 它其实肾脏 它有这个精液的代谢 跟我们的精液代谢 包括我们的吸收 我们的分布 我们的代谢跟排泄 都跟这个肾脏足水 这个部分有一个相关性 那肾除了肠筋 足水之外 还有什么重要功能呢 其实肾足肠筋 肾足水 其他还有一个肾足 那气 为什么是那气 因为一般我们想到会是肺 对 一般我们的呼吸功能都是肺 但是我们中医讲说 呼出心与肺 但是吸入是肝跟肾的作用 也就是呼气的时候 它其实跟肺部有关系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要深呼吸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说气纳丹田 其实这个部分的功能就跟肾 这个脏腑息息相关 这样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其实气纳丹田跟我们一般浅呼吸不同 我们一般正常的时候的呼吸都是浅呼吸 那气纳丹田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肺部拓展最开 让我们的肺部剩余的容积 它可以达到一个最大的含氧的一个交换量 纳是固舍受纳的意思 肾主纳气是指肾受纳肺吸入的气 有调节呼吸的作用 好 从刚刚医生的解释 我们可以知道肾有三大功能 分别是肾藏经 主生长 发育生殖 再来是肾主水 肾主纳气 这样听起来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们晓得西医认为 当肾脏功能衰退到百分之九十 会演变成尿毒症就需要洗肾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那讲到洗肾就要提到一些坊间 对于伤肾的概念 其实普遍存在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 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其实是药就是三分毒 不管说你是中药或是你是西药 甚至是一般所谓的民间草药 你药物都会经过肝肾的代谢 那我们中医师其实在针对一个疾病 就是患者来就诊的时候 我们会针对他的状况 做一个症状的问诊 所以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来开立不同的药 所以中药里面其实他有分成上品 中品跟下品药 那上品药就是一般我们说在养生保健的 那这些药在经过几千年的老祖宗的经验里面 他一般都是无毒的 但是我们在治疗急性病或是类似像感冒 或是像一般的我们说趋寒用的这个麻黄 或是副子 这类他并不是所谓的上品药 他可能趋向是中品或是下品 也就是古人已经告诉你 这些药他不能长期的使用 那长期的使用 他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副尊的存在 那所以这些下品药里面 像主持人刚才有介绍说 有一些可能会有毒 的确是中药里面有一些 可能含有重金属的成分 像朱砂像熊黄 这些药他可能只能外用 他可能不能拿来做内服 那甚至不能长期的使用 其实那个都是在误用的状态下 使用过久才会造成一个 洗肾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说这个用药 一定要咨询医生的意见 不要随便买药来吃 那刚刚医生已经跟大家 大致讲解完 这中医领域里面的肾 有什么生理功能 现在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张图 我们要让怡云来排排看 如果肾气的肾衰 你会怎么个排法 好 如果按照人的自然 生理的自然现象 我觉得不用排 就是这样 小孩子应该是最好 然后到成年 然后最后当然老年 就会衰退了 一般我们刚刚讲的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圣经 那一个是圣气 那圣经指的是圣中所藏的精气 那圣气代表是圣经化身的气 也就是说它是肾脏方面 生殖发育跟生长的功能 所以如果就一个小朋友 它应该是圣经最旺盛的情况 那它像是一个出生的一个幼苗 它的圣气 它的功能开始往上成长 那到成年人的时候 它的圣气应该是最平均发展的情况 也就是成年人 因为它的四肢 它的器官功能都发育很健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圣气 一个平均的一个情况 那至于到了老年 不管说它的圣经 或是圣气 它都是达到一个衰退的情况 所以就圣经来讲 其实是一个小朋友多 然后中年人中 老年人少 那如果就圣气 它其实小朋友圣气 是刚开始生长 然后到成年人圣气平均 到老年就是圣气衰退 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好 这个圣经跟圣气 它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意识在讲的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 对 那其实圣经 它代表的是一个 比较偏向阴性的 就是它是圣中潜藏的 一个先天之经跟后天之经 那圣气而言 它其实是圣经化身的气 也就是代表圣这个脏腑 它的一个功能状态 所以刚刚怡云是讲对了 太棒了 好 我们知道圣经 是指圣所藏的先天之经 和后天之经 而圣气则是圣经化身之气 是指圣脏的功能活动 这主要是表现在 生殖 生长和发育精能等等 圣经 圣气 真的是差一个字就差非常的远 好 那另外在皇帝内心当中 也有一段关于圣气 很有名的话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女子七岁 圣气圣 齿更发掌 二妻儿 天魁志 任脉通 太冲 脉胜 月氏以时下 故有子 三妻 圣气平均故真牙 生儿长疾 四妻 筋骨肩发掌疾 身体胜壮 五妻 阳明 脉衰 面屎胶 法屎堕 六妻 三阳脉 衰于上 面皆胶 法屎白 七妻 任脉虚 太冲脉衰少 天魁姐 地道不通 故行坏儿 无子也 丈夫八岁 圣气时 法掌齿更 二八 圣气圣 天魁志 金气易泻 阴阳和 故能有子 三八 圣气平均筋骨进墙 故真牙 生儿长疾 四八 筋骨龙胜 肌肉满壮 五八 圣气衰 法舵齿稿 六八 阳气衰 节于上 面胶 法病斑白 七八 干气衰 筋不能动 天魁节 金少 圣气衰 形体阶级 八八则 法齿去 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在《皇帝内经》当中 以男性女性的不同分别 对于一生当中 圣气的圣衰的一段描述 但是为什么男女的单位不同 还有几岁是重要的转折呢 是 其实在《皇帝内经》 这段话里面 女子是以妻为一个生理单位 代表妻她就会有一个 一个阶段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 那像《皇帝内经》里面提到 这个女子七岁 胜气胜 就是代表她的生殖发育 生长开始分泌了 那齿根发长 就是她的乳牙开始更换了 头发开始长得慢慢充实 那二妻而天窥治 这个二妻就是到达我们的这个十四岁 就是我们转股的阶段 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这个内分泌开始旺盛 任脉通太冲脉盛 任脉跟太冲脉开始充肾 那就女生的话就会有月经以十下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生育的功能 故有止 那三七肾气平均 就是达到我们一个平均的阶段 故增牙生而长疾 那这边增牙生代表是她开始长智齿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肾 我们的牙齿 它其实是骨之鱼 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有 牙齿的产生智齿 那四七肩骨肩 筋骨肩 发肠及身体肾状 到四七的时候二十八岁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生长发育 最充肾的一个阶段 那但是到五七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女生到五七三十五岁的时候 扬名脉衰 面死交法死舵 扬名脉通常是走在我们的脸的前面 所以扬名脉衰代表 我们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眼带的产生 那脸开始可能会比较有老化的现象 开始有一些掉法的情况 那六七四十二就是在三羊脉衰育上 那其他三羊脉包括绍羊 跟太羊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余胃蚊 或是抬头蚊的时候 四十二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老化的现象 各个都命中女生的要害 真的 所以就开始会变成一些有白髮的情况 产生了 所以七七任脉虚 抬头蚊衰少 天葵内分泌不够了 地道 这时候就是代表说你的月经就停了 达到一个更年期的情况 故行坏而无止也 我们刚刚听到女生的话是五七三十五 是这个阳明脉衰 那男生的话几岁是关节 男生的话是在就是四八 就是大概是在五八 四十岁的时候 他开始肾气衰 他开始肾气衰退了 他头发开始掉 牙齿开始这个牙齦开始萎缩 这大概是在四十岁的阶段 所以女生是三十五岁是重要的转折 男生是四十岁 这样的肾气就这样衰了 是不是 就没有任何可以 譬如说加强补救吗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圣经 他包括先天之经跟后天之经 那先天之经是与生俱来 大概就是出生的慢慢消退 但是其实你可以靠后天之经 后天的脾胃的吸收的这个水骨精维 来做一个补充 所以我们现代人也许外表保养的比较好 因为我们现代人吃的是可能比较好 但是某一个程度下 你并不能停经 并不能让你的停经年龄往后延 现代人跟以前人 可能停经年龄都是在四十九岁附近 所以其实某一个部分先天之经 后天之经 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后天之经可用水骨精维补强 水骨指饮食 精维则是泛指人体消化吸收的营养物质 是人体从事劳动维持体温的能量来源 好 那我们刚刚听医师有讲到像是这个牙齿头发还有筋骨 是 都跟肾气有关 是 因为肾足骨生水 所以这个骨头方面 需要靠过这个圣经来做一个填充的动作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肾气旺盛的人 他的身高可能会比较 他的骨头会长得比较好 他的身材可能会比较浮 这代表他的肾气旺盛 那如果一般像我们临床上会碰到一些骨折 不容易愈合的 他可能比较偏向于他的肾气是不够的 或是他肾经比较亏虚 那至于牙齿呢 他其实是我们骨头的一个延伸的一个物质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肾气充肾的时候 他的牙齿也是代表比较一个好的状况 那至于头发其实一般我们说法为血之鱼 但是我们圣经其实有充足这个头发的 如润头发的这个功用 所以一般法的颜色或是他的光泽度 有没有柔润度 这个部分跟圣经其实有关系 那我请问吴医师 所以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有一些人 他头发就是少年白 或是有一些人他天生 他骨骼就比较娇小 这些人是不是要提防肾不好的高危险群 所以你刚提到说少年白 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不一定 压力也是造成白发的一个原因 另外来讲饮食方面的因素 他的饮食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营养 或是夹控食品可能吃的过多 这个部分也可能造成白发的情况 所以其实白发肾虚 不只说跟头发的颜色 包括头发的颅润度 有没有光泽 包括跟他的一个骨骼 以及牙齿的状态 其实都有一个相关性在 那一般就我们的刻板印象 很多中医的广告 他不是都会强调什么 补肾 壮阳之类的 而且一般的男生 他只要一听到拜圣 就紧张得不得了 是 是 那又有人说 其实这些都是迷信 不足以采信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 其实中医来讲 并没有拜圣这个名词 没有百姓这个名词 中医讲的是肾虚 那肾虚一般分成肾阴虚跟肾阳虚 那中医是会根据他肾阴虚 可能产生的症状 或是肾阳虚产生的症状 给予针对肾阴虚治疗补养声音的药 或是针对肾阳虚 给予的补肾壮阳的药 那并不是说所有的肾虚 都给予补肾壮阳的药 因为这个有点像是 如果他本来肾阴虚 水本来就不够了 你还给他补肾壮阳 这有点像是火上加油 他反而会越补 他的火气越大 这样反而是不恰当的 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肾虚呢 对那肾虚其实有很多原因在 包括有可能是先天之精不足 父母给你的本来就不够 或是你的压力过大 因为压力会影响到肝肾 造成我们的肾水不足 那另外一个就是 砍房室过度 你的肾经消耗过度 那基本上肾虚 大概跟这些因素有关系 好 那我们再为大家整理一下 这个肾气的肾衰 女生是以七为单位 男生是以八为单位 然后女子在五七 也就是三十五岁的时候 肾气开始不足 男子是五八四十岁的时候 开始由肾迈入衰退当中 另外还跟头发耳朵 膀胱等等功能相关 真的是一个联络全身的 一个关键的脏腑 另外我们也知道 在中医里头 这个人的五智跟五脏是相对应的 分别是在心为喜 在肝为怒 在脾为痣 在肺为忧 在肾是孔 意思这个孔就是受到惊吓 对圣会不好吗 是 那一般我们知道说 肾肾肠经 其实这个孔伤的是肾经 那伤的是我们说肾足肠经的功能 那就我们知道孔 我们当人体恐惧的时候 我们肾上腺的这个 会分泌这个糖皮质激素 那这些糖皮质激素 它其实会抑制我们的骨肌质 以及我们的小肠去再吸收钙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钙质的吸收就会比较不好 那另外一个恐惧的状态下 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下垂体的分泌 会造成我们的生长激素发育比较不够 甚至恐惧的状态下 也会影响到女生的内分泌 所以有些女生比如说压力大 或是她常常这个惊恐的状态下 她的月经状态就不正常 她的内分泌发育就没有那么好 中医认为 人的精神情绪会对五脏六腑产生影响 而恐惧会影响到肾气与肾经 进而发生一系列不利于肾功能的变化 像我有朋友的父母去看病 本来他是其他的器官去接受治疗 可是最后却导致肾脏衰竭 那请问医师这又是怎么解释 其实我们说久病极肾 当所有的器官开始衰退的时候 因为我们肾脏是代表我们排泄 所有的物质器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脏性 当其他器官都衰退的时候 我们肾脏这个功能它就会开始跟着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久病极肾的一个道理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究竟该如何保养肾气跟元气呢 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肾虚 肾虚就是要补肾 那中医来讲肾阴虚分成肾虚分成肾阴虚跟肾阳虚 肾阴虚一般有一些譬如说腰酸或是口干 失眠 心悸一些比较偏向肾阴虚的症状 那肾阳虚就是除了腰酸之外 它还有心寒怕冷 它可能它的性功能会比较不好 所以针对这个肾阴虚跟肾阳虚 我们中医师会分别给不同的胃酱 那一般来讲譬如说像肾阴虚 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偏向黑色的 它有如润功能的这个食物 譬如说像是一般的这个秋葵 或是像一般的黑木耳 这些都是比较偏向补肾阴的东西 那如果就肾阳虚的话 可以吃一些比较偏向坚果类的食物 譬如说像黑芝麻 像这个核桃肉 像这个栗子 这个其实都是在我们说秋冬的时候 很适合来补肾的一个食物 或是也可以透过一个穴道的按摩 平常像我们这个背后的肾书穴 或是像腹部的气海观圆穴 你用揪的或是用按摩的 或是像脚上的这个腹溜太膝 那这几个穴道它是肾经 或是韧脉或是督脉的穴道 它其实在我们说常常按摩 它就有一个保养肾气的效果 今天谢谢医师带我们认识了中医里的肾 让我们知道肾有藏经 竹水 纳气的生理功能 而且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由于肾中精气的肾衰变化 而呈现出生长 壮老等等不同的生理状态 也让我们更可以从整体去了解 与呵护我们的圣 今天谢谢吴医师 也谢谢盈云 看中医 中医看病怎么看 我们下回见 谢谢 谢谢